你好,我是英特老师最喜欢与时俱进的课种挑战 今天是我用视频来记录我制作Vlog的第九天 今天英特老师最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作为培训师如何在视频前可以发挥我们的天赋表达特质 在英特老师制作视频课和Vlog的制作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对着镜头讲课或者说对着镜头分享 事实上来讲会觉得有一点点失落感 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缺少了人跟人之间的流动性 因为你知道作为培训师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在线下上课的时候 大多数是靠与学员之间的互动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完成引导学习的过程的 但是在我们做视频课的时候 或者说在做Vlog自我态度表达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哎呀他没有回应 所以呢似乎来讲像这样的一个互动 把这个信息累出来的这个过程呢就缺失了 所以呢对于英特老师来讲呢 在这一点上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种不太适应的一个感觉 直到上个周末我跟90后的小仙女 尝试了一个联合拆包的这样的一个录制过程 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哇一下子就变了 什么变了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90后小仙女 跟我的一个互动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下子就开始变得特别的流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log的片段 以前吃的时候都没有注意过 这次要好好地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嗯这个是什么 明想吗 阿弥陀佛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嗯嗯在洗澡吗 嗯在四口 嗯在四口 好了 吃吧 嗯 嗯 耶 好吃 好香哦 哎呀呀只有四个了 我们也吃了那么多了 哎呀死了 剁手剁手 怎么办呢 还吃你吗 我偷偷不听吗 哎呀 可以啊 来吧 我一定一个啊 那么 偷偷在哪一个 没看见没看见 没吃到没吃到 再来一个 从英特老师 自身来讲就觉得 有一下子活过来的这个感觉 所以通过这一个经验的启发 对于我来讲 就是更好的激发自己 用一种更加全新的互动呈现方式 展示自己 当然更重要的 就是要娱乐自己 因为当我们整个的情绪 被调动起来以后 我相信作为培训师 在镜头之前的表达力感染力 是有无限的发挥空间的 所以各位老师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有这样的困扰 那么就试试看 可以从互动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这样的话 也许能够给到你一个全新的启发 让你知道如何更好的 去发挥自己的长处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做Vlog 都是一个人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就是如何在Vlog中 以自己抛问题和自己接问题的方式 更好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呈现出来 那么在我最新录制的 如何消除蜡烛记忆圈 这个分享性的Vlog里面 其实我就有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喜欢在家里点消灰蜡烛的先女士 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呢 什么困扰 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消灰蜡烛 在点了以后呢 它周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圈产生 而且这个记忆圈一旦产生的话 它就很难被消除 你就会发现这个蜡烛就会沿着 这个记忆圈只会在中间越烧越少 但是中间的记忆圈它就会一直在那里 那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这两个蜡烛 你看看有什么区别呢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不是它几乎没有记忆圈了 但是这个还有一点 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那因为英特老师用了特别的方法 让这个记忆圈不再形成 那么首先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 但我自己觉得呢 我的一个呈现还没有完全的打开 就像我在拆包的时候 那么样的自然 但是我相信通过不断的练习 我一定能够做的越来越好 你同意吗 好了 今天我想分享的就是这一些 那么看一看下一次 英特老师又会带来怎样的心得呢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